退休后 有人说余生并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辛苦大半辈子都没有真正地放松过自己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一定要多出去旅游玩玩 才好为自己交上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 我很是赞同 但是去看看也是要选对方法的 不然就是白遭罪 影响心情 为啥 我叫丁嘉兴 今年69岁了 我和老伴以前都是在事业单位退下来的 两人养老金加起来有一万一千多 我们育有一儿一女都成家了 工作稳定 工资也不错 儿子和女儿先后两年生孩子 我退休后先是带孙子 后去伺候女儿坐月子 在老伴退休的前一年回来 又是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那五年 那五年真是把我累得够呛 在家里 我刷着手机 看着老姐妹们一天这个名胜古迹旅游 那里网红的打卡 真的特别羡慕 而我就是待在家里大眼瞪小眼 做完早餐再准备晚餐 一天围着灶台家务转 真心地乏了 于是我便跟老伴说 等他退休后 咱们要抓紧时机 出去欣赏祖国的壮丽河山 给自己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 要不然 等老了 真的就来不及了 老伴也表示同意 因此 在老伴退休前一周 我就开始提前准备出游的物品 迫不及待地盼望着出发 我们选择了跟团旅游的方式 我是个路痴 经常在某个地方迷路 另一个原因是 我们虽然有不错的退休金 但每月还要给儿子补贴三千元 所以选择了跟团旅游 这不仅经济实惠 也让我们省心省力 吃饭住宿 都不用自己费心去安排 最重要的是有导游带着 不用花时间做攻略 只需跟随导游 听他讲解 拍几张照片就好了 那几年 我们去了许多省外的地方 可以说 大江南北都游览过一遍 在西藏 领略不同寻常的异域风情 布达拉宫气势辉宏 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延绵无边的羌塘草原和若隐若现的牦牛群 那目措湖水碧蓝如玉 蕴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和信仰 一路上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在云南 欣赏尔海和卢孤湖清澈见底的美景 古色古香的丽江古城 巧夺天宫的石林 以及玉龙雪山白雪挨挨的壮丽景色 尽管受到高原反应的困扰 我和伴侣匆匆忙忙拍下几张照片 便匆匆离开 但这里还有许多风景秀丽的地方 实为人间仙境 在重庆 纵览山城美景 登上长江所到 俯瞰着壮丽的城市自然风光 品尝市井小巷里地道的火锅和串串 流映于网红地标建筑等等 曾经 我们憧憬着这样的旅程继续下去 享受惬意悠闲的生活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奇之感慢慢退去 我和伴侣 竟然开始感到了一丝厌倦 旅游对我们而言 往往是匆匆忙忙的 导游引领着游客们前行 一边讲解 一边拍照 时间紧迫 难以仔细欣赏 用过餐后 身上还残留着饭菜的气味 匆匆又返回车上 匆忙奔赴下一个景点 遇上节假日 人山人海 稍有不慎 就可能跟丢团队 记得在故宫那次 由于多个旅行团聚集在一起 人流拥挤 我不慎走错了团队 花了好一阵子 才找到我的伴侣 是通过电话 才得以团聚 而且 不论是在哪个旅游景点 导游总会带领我们 去购物的地方逛逛 各种纪念品被吹得天花乱坠 在各种灯光和氛围的营造下 也难免会购买几件带回家 曾经 我在杭州给家人带回了特产和礼物 给孙子和外孙女各买了一块玉佩 给儿媳和女儿买了丝巾 还购买了各种养生的花枣茶 送给亲戚朋友 结果拿回去 女儿说我那花了298一条买的丝巾 就二三十块钱 那1198一块的玉佩 她找人鉴定过 是矿石充玉石 长期佩戴 对人身体不好 更气人的是 我买的花枣茶 超市同款 更便宜 从那以后 我就对导游劝人购物的行为 十分反感 不仅一家旅游团这样 别家也是一样的 像购物店就是他家的一样 竭力劝买 不仅如此 跟团的人大相径庭 有的人话特别多 不是这个打电话 就是那个打视频 特闹腾 车上的味道也不好闻 甚至有人脱鞋的 真是受不了 而老伴有前列现言 每当下车就往厕所跑 还得排老长的队 是别人不知道是厕所的 还以为是在排队参观什么景点呢 渐渐的 我和老伴旅游的五年 就不想去跟团旅游了 实在是太没意思 所以 我提醒旅游的朋友们 特别是六十退休的老人 最好不要平凡的旅游 特别是别选择跟团 一 身体和精力跟不上 有时候 到了景点就不想继续游玩了 更愿意找个地方休息片刻 一天要参观这么多个地方 随着年龄增长 稍微多走几步 身体就感到有些吃力了 二 匆匆忙忙 只图留影 在景点 导游只点这儿看这儿 只是那儿 看哪儿 尽管自己发现了一个 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想要探索 却又担心走丢队伍 只能匆匆拍几张照片 就离开去下一个景点 失去了自由自在的感觉 三 容易受骗上当 一般出游的老年人 财富宽裕 时间富裕 导游常常盯着他们忽悠 打情感牌 博得老人的同情 导致他们多多少少地购买一些东西 但景区里的一些商品 实在是价格虚高 四 还有很多独自旅行的老人 跟团时常常被要求与陌生人和住一间房 夜间打憨 放屁 有些人强势 导致其他人难以入眠 但又无法改变与之同住的局面 在67岁那一年 儿子自驾游 带着我和老伴再次前往云南 这次的旅行体验与以往完全不同 我们不再为了旅行而匆忙奔波 而是随心所欲地行走 享受着每一处的风景 感受着每一份自在 我和老伴目前居住在昆明 租了一间小房子 我们平时自己买菜做饭 感受着这座城市独特的生活气息 日子过得悠闲惬意 心情舒畅 因此 我建议各位老年人 如果想要旅游的话 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最好不要选择跟团游 而是自驾游或者租住当地 尤其要避开节假日高峰期 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行程 其次 要提前制定好旅行计划 包括酒店预定等 如今互联网非常发达 有很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 如果您不太擅长计划 也可以让子女帮忙安排 最后 游览景点时要谨慎选择 老年人出游次数不宜过多 每年最好不要超过三次 在景点时 不要轻信销售员或商家的说辞 避免购买过于昂贵的商品 如果实在心动也要控制好开销 世界如此广阔 各种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无论是山巒还是江河 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我们去探索 与大自然亲近 陶冶情操 享受其中的乐趣 这样的人生才算是充实而有意义 愿所有旅游的老人们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成为美景中的一部分 自由自在地享受美景 故事 66岁大爷拒绝保姆表白 我每月6000元退休金 用不着你给我当老婆 随着当下全社会老龄化 和独生子女的在家养老影响 很多老人到了晚年 都会请保姆来替代子女来照顾自己 这样也造就了保姆行业的快速发展 然而 做保姆的人多了 这职业素质就变得参差不齐 虽然是由老实尽职地伺候雇主的保姆 但是在当下复杂的社会里 却是少数 而大部分人不是懒惰 性格不好 更或者是心思不纯的 有些甚至会想和雇主攀上关系 也屡见不鲜的 其实这些不好的案例 在我们身边也时常发生 就如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老人 李大爷 他就遇到过一个心思不纯的保姆 才工作七个月 就疯狂向李大爷表白 要和他做夫妻过日子 李大爷感到很荒唐 直接表示拒绝 我每个月有六千元退休金 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 所以用不着你给我当老婆 关于这件事的事情经过 接下来就听听李大爷怎么说的吧 六十六岁 李大爷的字数 我是国企单位退休的 现在每个月都有六千多的退休金 而且每年都还在上涨 还有我名下有两套房子 一套小户型的单位房 一套儿子给我买的三居室 所以对于我这个退休老人来说 拥有这么多的退休金和房产 应该是可以过得很快乐 很幸福的 但是现实却并非如此 我是六十岁退休的 而我的老伴却在我退休前几个月 突然生病离世 本来憧憬了很多年的退休生活 也成了我最黑暗的未来 因为老伴走了 一个独生儿子又在其他城市定居 所以我的生活就失去了色彩和温度一样 一个人孤零零的 没人陪伴没人做饭 更没有人跟我拌嘴 儿子很孝顺 想让我去他家居住 但去儿子家住了两个月后 我又发现 和儿子分开住这么多年 已经很难融入 他们年轻人的生活了 儿媳有高度的洁癖 老是嫌我不爱卫生 拐弯抹角地说我不是 还经常找儿子撒气抱怨 带小孙子 我也是很传统 感觉曾经就是这么带儿子长大的 所以孩子不听话时 就我打一下 他摔倒了 就让他自己站起来 我从来不教怪 而儿媳就说我不疼孩子 还背后叫说孙子以后长大 不要对我好 而儿子呢 孝顺是很孝顺 但是他也怕老婆 被儿媳说几句 就不敢为我主持公道 后来我也知道 这个家我不适合了 于是就偷偷收拾包袱 回了自己家 儿子知道没办法挽留我 就说要给我找个保姆照顾着 这样他在外面 也能放心我一个人生活 最终 我也领了儿子这份孝心 并且第三天 就让家政公司带了三个保姆 来上门事工 我当时都觉得都很不错 三个都是近五十岁的阿姨 且很能干很细心 不过最后 我留下了一位自称来自农村 还是跟我老家隔壁村的阿姨 这位阿姨 叫陈阿姨 比我小十五岁 是一位单亲母亲 家里还有一位上大学的女儿 做保姆有三年时间了 看外表有点年轻感 不像快五十岁的中年妇女 最主要的是他很爱笑 还会做很多我喜欢吃的家乡菜 且样样都很精华 工作中 他也表现得很积极很细心 每天早上 会为我做健康的素食早餐 中午晚上会给我准备三餐一汤 并且会保证菜量刚刚好 不会留着剩菜过夜 帮我洗衣服也是细心 他会把我的内裤袜子另外手洗 其他就洗衣机洗 衣服晒干了 还会叠好送我房间 闲暇之余 陈阿姨还会陪我去公园散步 打打太极 或者陪我去棋牌室搓麻将 很多退休的老同事都很羡慕我 说我儿子孝顺 夸我家的保姆贴心等等 说真的 那时候我每天都很享受 感觉聘请来的不是保姆 而是个贤惠的妻子一样 不过这只是我当时的一种感觉而已 并没有对保姆有啥心思 然而 我心态理智正常 而随着我对陈阿姨越熟悉 她对我的感觉 就开始变得离谱了 大概来我家的第三个月开始 陈阿姨变得很暧昧 让我有点尴尬 因为我知道 陈阿姨一个女人不容易 又养育一个女儿上大学 生活开支那些很艰难 所以 我就想对她好一点 于是 每当儿子给陈阿姨发完四千元工资 我都会出于好心 另外多给两三百给她 说是给她女儿买点好吃的 还有亲朋好友送我的礼品 我都会全部拿给陈阿姨 叫她带回家去 一些家务重活 比如全屋打扫 洗厕所 清洁灶台等等 我都会另外请专业清洁工来做 不让陈阿姨这么辛苦 可是 我对陈阿姨的一片关心 却被她误以为我喜欢她一样 渐渐地她开始 对我各种搞暧昧 天天起床 就化妆涂口红 在家里做饭还穿一身裙子 出门也打扮得十分精致 搞得我以为她要二婚了 每天都打扮好了 就跑到我房间 问我她打扮得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说好看 她就很高兴 我说太艳丽了 她就会反问我 是不是你不喜欢我这样的打扮呢 你不喜欢我就去换过素一点来 她这样暧昧的行为 这让我很难为情 我说 你觉得好看就行 别天天问我 我也不了解 还有你要多攒钱 你的女儿还在读书呢 别天天买这些古离古怪的衣服 我本以为 我对她念叨几句 她会收连点 结果反而越发疯狂 有一天晚上 我打麻将很晚才回家 结果一进家门 发现陈阿姨一身 红彤彤的旗袍穿着 还特意化了妆 饭桌上也做好了很多菜 我就想对陈阿姨发表意见 而她却把我拉到饭桌上 说快吃饭 等会她有话要对我说 我顺着她的意思 吃起了饭 并且她给我倒了酒 说了一大堆她过去的事 也在不断套路 我曾经夫妻生活的那些事 两杯酒下肚后 陈阿姨突然向我表白道 李大哥呀 我知道你一个人大男人 挺孤独的 而我也跟你一样 在和你相处的这几个月里 我也感受到你对我的好 所以你觉得我们俩 可以不可以在一起生活呀 我当场很吃惊 很纳闷 你现在伺候 不就是跟我在一起吗 陈阿姨说 不是这样玩的关系 是另外一种关系 就是我想和你一起 结伴过日子 你娶我好吗 我不介意年龄 我也相信你不会介意我的吧 听完陈阿姨这番话 我瞬间就猛了 这也太荒唐了吧 保姆居然会向雇主表白 小十五岁的女人 居然会喜欢老头子 我当时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了她 小陈啊 你我年纪像差太大了 并且你又是做保姆的 这传出去要被笑话的 再者说 我的儿子和你的女儿 也不会同意我们这样的 所以请你不要再有这样想法了 我们要保持一段距离 你做好你的保姆就行 对于我会拒绝陈阿姨 其实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陈阿姨是个心思不纯的人 因为我比她大十五岁 而我又有钱有房子 她会喜欢我 大概是看上了我的钱 这种搞暧昧的事例 我在电视新闻中也经常看到 所以我还是有一些定力的 还有我觉得 我已经单身这么多年 现在也老了 根本没有再婚的念头 并且每月领着六千元退休金 想干嘛就干嘛 一个人过得也挺舒服的 更用不着保姆 给我做老婆 然而 陈阿姨对我却不依不饶 经常在大众场合 对我很亲近 好几次朋友来我家聚会 陈阿姨表现得像我妻子一样 叫我老李 并且还穿得花枝招展 对我拉拉扯扯 搞得朋友们都误会我们的关系 我再三叮嘱陈阿姨下次不要这样 可是她依旧随性而为 有一次还当着我朋友面 说喜欢我 要我做我的老婆的话 当时 我怎么拉扯陈阿姨不要乱说话 她就是止不住嘴 我忍无可忍 当场就发火了 还没吃完饭 我就让几个朋友回去 然后单独跟陈阿姨对话 陈阿姨 既然你要这样死性不改 那我就没必要留你做我的保姆了 请你明天收拾东西回家去吧 我这里容不下你的任性 当场我就把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了她 她也很识相 第二天一大早 早餐没做 昨晚的饭桌也没收拾就走了 虽然我后来也找过了保姆 但是我都要求 有家庭 有老公的 并且也再三声明 不能对我太暧昧 我是雇主 你做保姆的可以把我当朋友 却不能把我当暧昧对象 更不要打我的主意 结语 对于李大爷自述的经历 不知大家在身边 有没有见过或听说过呢 你们觉得保姆和雇主 应该保持距离吗 还有你们认为 保姆和雇主 可以成为夫妻吗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锅里剩一口饭 我盛碗里 女儿食眼色 女婿黑着脸 吃碗我回了家 晚年最难过的 往往不是自己的身体 不好了没人照顾 也不是独自一人 生活时候的心酸 而是当自己 把自己的养老 寄托于子女身上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 甚至说还会被子女嫌弃 无依无靠 变成了孤家寡人 日子遥遥无期 只剩下了熬日子 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老来男 老来男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 总想着晚年的生活 能够安排好 过好 可是当真正到了晚年之后 才会渐渐地发现 到了晚年的生活 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 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有太多因素 是不可控的 比如身体健康 比如另一半是否健在 再比如自己所能够依靠的子女 是否能承担起 自己的养老 这些都会成为晚年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64岁的吴大妈 讲述了自己的晚年事情 老伴去世之后的她 日子过得越来越难 在女儿家里的养病的一段日子里 因为一些外在的可观条件 让她打算在女儿家里养老 可是却到头来因为一碗饭让她无奈选择了回家 独自生活 困难 也心酸 讲述人吴大妈 我今年64岁了 以前的我总是一个乐观的人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我也都熬过来了 就算是遇到天大的事情 我也能看得开 可是人越老 却越开心不起来了 我跟老伴只有一个女儿 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父母 公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亲戚朋友 就一直劝我们再要一个 要一个男孩 养儿防老 可是我们那会要不了了 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 有身体方面的 也有生活方面的 总之最后的结果 就是没有再要孩子了 就只有一个女儿了 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 还一直拉着 我说怕我以后 到了她那样的 年纪没人给我养老 我当时不当回事 总是安慰她有老伴 有女儿 甚至我也一直都是这么打算的 始终认为晚年不会那么难过的 可直到现在我才发觉 自己日子到底有多难 老伴是在59岁那年去世的 身体垮了 我印象特别深 在女儿结婚之后 大概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 老伴身体就开始不行了 看病吃药都是小事 最要紧的 还是她有的时候 身上疼起来 连床都下不来 也去医院看过 总说是要好好养身体 可是却没办法彻底地养老 闲不下来 就是地干活 时间一久 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最后还是提前一步离开了 在她去世的那年 我这么一个乐观的人 也开始变得不乐观了 身边没有了亲人陪伴 连个说话唠家常的人都没有 自己缓了好长一段时间 才慢慢地缓和过来了 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那会的 我其实已经没有 可观的收入来源了 唯一能给我生活带来 一定收入的事情 只有家里的一个小推车 冬天出去卖烤红薯 夏天出去卖饼子 赚不了什么大钱 只是勉强雇个温饱 就这样一直干到了六十二岁 六十二岁那年 我因为腿脚不利索 走不动到了 平常走路都得拄着拐杖才行 就别说出去摆摊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算了算家里的存款 十二万 也差不多够晚年用了 省吃俭用一点 其实也能够过下去 只不过日子显得冷清了些 平常就怕生病 一旦头疼脑热的连饭 都没人给做 而女儿能帮助的我的 只剩下了每三天一次的电话 和每三个月 给我一次的赡养费 这也已经是她能够 尽到的最大孝心了 毕竟她也有自己的生活 直到去年年底 我一个人实在扛不住了 就联系了女儿 让女儿回家来照顾照顾我 女儿回来之后 待了几天 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 生活了一段时间 就在那段时间里 我才萌生了一种想法 待在女儿家里养老 也是诸多因素 让我才敢有这样想法的 首先就是女婿家里的情况 女婿的父母都健在 并且他们劳两口的家里 女儿家并不远 走路大概十来分钟就能到 而且他们俩人的身体健康 看上去精气神十足 起码要比我好一点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来 女儿女婿家里住着养老的 其次就是女婿的态度 在我在女儿家里生活的 那段时间里 女婿对我表现得特别亲 一口妈一口妈地叫着 对我的关心也特别多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对女婿的态度也不错 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为难她 彩礼我们只留了三分之一 其余的都当作嫁妆 让女儿带了过去 甚至他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劳两口 还帮助了他们几万块钱 这么多年也从未听女儿说过 他们俩感情不合 或者是女婿对我们有意见的事情 结合这两点 我突然有了想在女儿家里养老的心思 就是着跟女儿说起了这事 女儿倒是一口硬了下来 不过她也告诉了我要跟女婿商量商量 我也就没有催促了 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 肯定不会不管不顾的 就等着女儿的消息了 可是后来又一次问起女儿的时候 她只是说 妈 您先住着 没事 我给她说过了 她也同意了 听到女儿的话之后 我也心安了 就开始她是住了下来 那几天 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好了一大截 每天都忙着给他们做饭 帮助他们生活 一开始我也并未察觉到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毕竟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的 可是日子越过越感觉到了不对劲 女婿对我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热情到冷漠 再到视而不见 这些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刚来的时候女婿对我寒暄问暖的 又是担心我吃不好 又是问我睡得习惯不习惯 总之各种的关心 可是后来自从知道了我要在这里养老了之后 她每天对我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模样 什么也不管 什么也不顾 每天回到家里也是自己玩自己的 有时候我叫她来吃饭 或者是帮我做点事情 她也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这些都让我看在了眼里 除此之外 我还发现了她跟女儿之间的争吵变多了 他们俩隔三差五的就吵架 因为各种的事情 有时候我在厨房做饭 洗碗好好的 就听到他们俩在外面吵架了 我也不好劝 因为我隐约觉得是因为我在这里养老的原因 我曾偷偷问过女儿 是不是女婿不愿意让我在家里养老 所以才一直跟她吵架 可是女儿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俩人吵架是常识 不让我担心 还不让我多想 随后我心里放心不下 主动问女婿 是不是不愿意让我在家里住 可是女婿说不会这样 您住就好了 没事 女婿简单一句话敷衍了事 让我说不上满意 但是也没有绝对的不满 反而只是一句话敷衍过去了 我也就只能先这样了 直到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因为他们俩又闹了矛盾了 女儿跟我在餐厅吃饭 女婿一个人端着饭出去在客厅吃了 那天我心里也堵着气 觉得这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舒心 就忍不住劝了他们两句 希望他们俩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生活 可是他俩谁也不听 我就不管了 有头就去锅里盛饭了 那天确实是没有问他们还吃不吃 因为气氛不对劲 我就自己把最后一口饭盛到了自己的碗里 可是我刚盛出来 就看到女儿一直朝我拾眼色 像是在告诉我给女婿盛饭 可是我却跟女儿说了一句 没饭了 这是最后一口了 我想着你俩都不吃 我自己就吃了 女儿一听不说话了 而女婿不知道是听见了这句话 还是没有听见 转头再去厨房盛饭的时候 就听到他动作的声音挺大的 又是掀锅盖 又是扔筷子 一听就知道 他是在表达自己的不满了 嘴里还嘟嘟囊囊地说着 饭都不够吃 这家不知道过下去有什么意思 一天天的不如不过 女婿把自己的不满表现得淋漓尽致 黑着个脸回了房间 女儿在旁边没有说话 我也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 感觉她的话不是冲着女儿说的 而是冲着我说的 毕竟做饭是我的事 自打决定了 在他们家里生活养老之后 做饭的事情就交到了我的手上 而今天之所以做的饭菜少 并不是我有意未知 确实没想到今天做的饭菜少了 而且平常我都是会先问问他们的 可是今天因为他们俩刚吵过架 我也就没问了 没想到会遇到这么一幕 不过今天的这一幕 也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因为彼此之间的矛盾 早已累积很久了 那天午饭之后 我就跟女儿说我要回去了 女儿虽然嘴上说着不舍得让我走 担心我一个人在家的生活不方便 但是我也听得出来 并没有那么特别的不舍 毕竟我在家里已经给她的生活 给她的感情带来了很多麻烦了 而女婿的表现也是如此 嘴上说着让我多住一段时间 手里却在帮我收拾东西 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家的路上 我总是在想到底为什么女婿这么不愿意 让我在家里养老 明明我对她也不错 这么多年我也从来都没有为难过她 甚至在家里我也尽力地去帮助她们生活 为了不被她们嫌弃我 还是付出挺多的 可是到最后还是这么一个局面 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至于女儿的话 我也只能理解了 毕竟在家里还是女婿做主的 女儿最多也就只是跟她吵吵架了 还是避免不了那种无奈 如今的我回到了自己老家生活 日子平淡无奇 身体的不舒服依旧存在 没人照顾也是常态了 但是以后的我也不想要去女儿家里养老了 我怕又因为我的到来 让他们夫妻俩的日子 又开始有吵不完的架 如果以后真的没法一个人生活的话 就去养老院吧 起码有人照顾 起码生活有保障 可能这就是人到了晚年最大的不幸了吧 写在最后 吴大妈的这段经历仿佛说出了很多老人的现实 人到晚年身不由己 尤其是当另一半去世之后 家里只剩了女儿的老人更是如此 养老不知能够依靠谁 自己生活却又没有安全保障 看人脸色 被人嫌弃都是轻的 最怕的还是像吴大妈一样 最后还是成为了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没人陪伴 没人关心 没人照顾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难 这样的日子过得也会煎熬 如果你也会面临这样情况 如果你正在面临这样的生活 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养老规划 自己给自己的生活安排妥当 自己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证自己的心态愉悦 一个轻松自由的生活方式 才可以让自己的晚年过得开心 凡事都要看看一点 凡事都要乐观一些 好好生活 过好自己的余生 她42岁 老公手术后 无意中看到一份遗嘱 和她离婚后 带着女儿生活 孙维维42岁 有一个7岁的可爱女儿 她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 每月收入在三万元左右 老公合成43岁 在一家公司当销售 每个月工资一万元 这天 她正在店里忙着 和胜给她打电话 说 薇薇 医药费报销的那部分到账了 我给你转过来吧 你不是要开分店吗 薇薇 报了多少 可能不够了 过段时间再说吧 和胜 说是报了70% 不过很多药 不在报销范围内 我们总共花了三十多万 给报的只有十万多 哎 其实相当于 只报了30%多 薇薇也很无奈 可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事 只能报多少 拿多少了 虽然这么说 可听到总共才报了十万 她还是很失望的 一会儿和胜给她转了十万 她想着这钱暂时也用不上 不如再凑点钱把房贷还了 这样也能少些利息 看了看店里也没事 她交代了一下 就去接女儿 薇薇和女儿苗苗回到家 女儿去写作业 她找房本 打算明天去趟银行 把房贷结清 打开家里放重要东西的盒子 她在里面找房本 他们家现在有两套房子 一套是和胜婚前首付的 现在和胜还贷 一套是婚后生了女儿买的 薇薇还贷 她找到了房本 眼光贴到盒子的最底部 好像有张纸 薇薇奇怪地把纸翻了出来 看了内容后 薇薇脸色很难看 也很失望 那竟然是和胜留下的遗嘱 日期是她做手术前 和胜的遗嘱和她 还有女儿没有一点点关系 她前面买的那套房子 给她妈妈 夫妻共有这套房子的 一半竟然留给了她的侄子 那些冰冷的文字 像一把把错刀 一下下挫在她的心上 让她痛得头昏目眩 几乎站不住身子 不说自己 可苗苗 那是她们的女儿啊 可是在她的心理眼里 根本没有一丝丝未知 这得有多绝情 对她们多无事啊 她慢慢过去 瘫坐在飘窗上 望着窗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下雨了 雾蒙蒙的天空 让人压抑而烦躁 何盛回家的时候 没有闻到平时会有的饭菜香 有点奇怪 自从她做了胃癌手术后 他们很少去外面吃饭 为了加强营养 又让她好消化 微微几乎每晚 都会炖一锅清淡的汤 她喊着苗苗 女儿欢快地跑出来 甜甜地说 爸爸 你回来了 我正在写作业 和圣抱起女儿 问 苗苗 妈妈呢 她去超市了吗 怎么没带你啊 心也太大了吧 苗苗奇怪地说 没有啊 妈妈在家呢 她在屋里 微微听到了声音 手里捏着那张纸走了出来 她对女儿说 苗苗乖 快去写作业 一会儿妈妈带你 去外面吃饭 苗苗很高兴 轻快地说 妈妈 那我们能去吃烤肉吗 我都很久很久没吃过了 微微轻轻抚了 抚女儿的头发 说 可以啊 等一下我们就去 看女儿进了房间 微微脸色沉了下来 把纸扔给了和圣 说 和圣 这是什么 如果不是我发现 是不是永远也不会知道 原来在你心里 根本没有女儿 也没有我 和圣看见那张纸 脸色一下子变了 一把抓过来撕了 用伸手 想拉着微微解释 微微躲过了她的手 这件事 不是哄一下就行的 这是原则性问题 而这也是微微 绝对不能接受的 她一心一意对和圣 知道她生病后 把自己要开分店的钱 拿出来给她做手术 可是 她得到的是什么呢 呵呵 一张分了她的财产 却没有提到她一个字的遗嘱 真是讽刺啊 她以为夫妻 就应该同心协力 原来一直是 她太自以为是了 和圣看她生气的样子 说 微微 你听我解释 我当时很害怕 怕自己走不下手术台 才想着留下这份遗嘱的 微微听她这么说 心更冷更寒了 是啊 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那时候她的想法 才是最真实的吧 和圣也发现了 自己越解释越错 可不解释 也不对 她真恨自己 怎么在手术成功 治疗结束回家后 把这件事给忘了 真是该死 她只能说 微微 你别生气了 你也知道我家情况 我妈一个人拉着大我们兄弟 我想着那套房子 是我的婚前财产 我把它留给我妈 等我走了 她也有个住的地方 这套房子份额 我留给了小侄子 她是我们和家下一代 唯一男丁 而我弟没出息 天天打零工 我只能为她多考虑一点啊 哎 说到底 还不是怪你 我妈催我们再生一个 可你就是不同意 我们只有一个女儿 我才没别的办法 只能把房子留给侄子了 微微点了点头 说 呵呵 原来还是我的错呀 可苗苗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她才七岁 你就没想着 为她考虑一点点吗 和尚奇怪地说 她不是有你吗 你咖啡店生意那么好 肯定能养活女儿 给她好的生活条件 微微看她理直气壮的样子 冷冷地说 和尚 离婚吧 你真让我恶心 和尚 微微 我知道这件事我错了 可是你想想我当时的心情 我真的以为我的病好不了了 才不得不这么做的 微微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挣钱 给你和女儿更好的生活 微微 不必了 你说得对 我确实可以不需要你 好好养活自己和女儿 她已经不想再和她说什么了 那张纸可以撕碎 可是她还是存在过 如同已经对她失望透顶的心 不会再有一丝丝对她的波澜 微微喊着女儿 带她去吃烤肉 至于何成能不能吃 要吃什么 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想着她每碗包的汤 她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 不过以后不会了 她明天就起诉离婚 和她断得干干净净 和尚看着微微带着苗苗出门了 烦躁地揉乱了头发 她在房里走来走去 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都撕了那份遗嘱 还给她道歉 她怎么还不依不饶呢 和尚想起这多半年以来的事 心里还一阵恶寒 曾经的那种恐惧 绝望现在想起来 还是让她忍不住发抖 面对死亡 其实没有人真的能平静面对 而没有那种经历的人 绝对无法体会那种心情 那时 微微的店里生意特别好 她存了一些钱 想再开一家分店 整天忙着找地址 做调研 可她觉得经常肚子疼 又说不清楚哪里疼 微微非要拉着她去医院检查 结果出来的时候 她都傻眼了 胃癌中期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 微微不放弃 急着问医生应该怎么治疗 拉着她说 老公 放心 肯定会有办法治好你的 你不要紧张 我们听医生的 医生给她制定了治疗方案 先动手术 再做化疗 后面就是恢复 医生说 现在是中期 赶紧治疗 治愈的几率很大 微微问了医生大概的费用 医生说 手术后不是很高 主要是后期的化疗 还有恢复期 很多药需要进口的 很贵 大概总共在三十万吧 她没有一丝犹豫 拿出来自己开店的钱 给她治病 她住院时 妈妈来看她 说 和圣 不是妈妈咒你 可你这种情况 谁也不保证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万一你真的不在了 你让妈妈怎么活 让你弟弟怎么活呀 妈妈哭得很悲惨 和圣心里也很难过 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妈妈 其实她觉得自己 更需要安慰 接连几天 妈妈天天都是这些话 她实在很无奈 说 妈 你放心吧 如果我真的不在了 我把房子留给你 不会让你无家可归的 她借口想家 出院在家住了几天 她的手术时间 已经定了 她也不知道 会是个什么结果 回家后 微微严格按医生的交代照顾她 而她的心里 却时不时想起妈妈 还有弟弟一家的情况 对女儿和微微 她不担心 毕竟微微的咖啡店 生意很好 在百般纠结下 她写下了那份遗嘱 把它藏在家里放 重要东西的盒子里 想到这儿 和圣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 怎么后来病好了 就把这事给忘了呢 也许还是节后重生太开心 微微带着女儿去吃烤肉 苗苗很开心 一路上跑来跑去 在店里坐下后 苗苗突然问 妈妈 你和爸爸吵架了吗 爸爸怎么没有一起来 微微笑着说 爸爸不能吃这些啊 你忘了 苗苗皱着小脸 夸张地说 妈妈 爸爸好可怜哦 都不能吃好吃的 微微看着开心的女儿 想问问女儿 如果以后 只有他们两人一起生活 她会不会不开心 可是她开不了口 算了 还是让孩子开心吃饭吧 饭后回到家 和圣还在沙发上坐着 微微去女儿房间 和女儿一起睡 她已经无法忍耐 看到和圣这个人了 和圣请假没有去上班 她想和微微再好好谈谈 如今她身体好了 医生说 只要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复发的几率很小 她还有很长时间可以活 她想和他们好好生活 微微送女儿上学后 回到了自己的店里 她各处检查一遍后 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要了一杯咖啡 同时联系一个律师朋友素素 素素很喜欢到她店里喝咖啡 次数多了 自然就认识了 如今两人是很不错的朋友 她把那份遗嘱发给了素素 素素看到后很快 给她打电话 说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人 真是气死我了 你打算怎么办 微微 离婚 想让你做我代理 素素 好 知道了 你等着 我马上来找你 微微想起素素的性格 觉得有个这样的朋友真好 她有时觉得素素不适合做律师 因为她太激动 有种极恶如仇的天真 可是做朋友真的很好 没等到素素 却看见了和胜 她过来坐她对面 还恶心地拿着一束粉色的百合花 说 微微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百合 我真知道 我错了 为了女儿 为了我们这个家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微微很喜欢百合花 特别是粉色的 可是她决定 从今以后再也不喜欢了 甚至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她浅笑着说 和胜 那你以后上交工资吧 我想多存点钱 再开一家分店 和胜 微微 我一个月就那点工资 还要还房贷 还要给我妈生活费 真的不剩多少钱了 微微 哦 原来你也知道啊 你一个月一万工资 三千还房贷 给你妈妈三千 好像还给你弟弟两千 剩下两千自己花 我们这套房子的房贷我还 还要养着一家人 你自己看看 你都是我养着的 原来是我愿意 可现在我不乐意了 素素刚好来了 听见她说的话 生气地打了她一下 说 孙微微 你养着这么个男人干嘛 你自己都清楚 她的钱宁可给她弟弟 也没给你 你就没一点觉悟吗 和胜生气地说 你是谁呀 这关你什么事 你这女人有病吧 素素坐她身边 对着和胜笑嘻嘻地说 我是她的律师 这个结果 你满意吗 和胜不敢置信地 瞪着微微 说 你找律师了 你真的不管苗苗 一定要和我离婚 微微 嗯 离婚吧 不然我怕那一天 我和苗苗被人赶出家门 一无所有 素素瞥了她一眼 说 还好 你还能有这个觉悟 孙微微 我就搞不懂了 你都这岁数了 怎么还是个恋爱脑啊 微微也无话可说了 可不就是爱恋脑吗 结婚快十年了 可是和胜的钱 都花在她自己家里 这么多年相当于她养家呢 如今 还要被她这么对待 不寒心 不死心是不可能的 素素对和胜说 你先回去吧 我随后会找你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微微吃一点亏 和胜看微微油盐不尽 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先回去了 她到了妈妈家 弟弟两口子出门干活了 妈妈和侄子正在吃饭 妈妈看见她后说 这个点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上班了 和胜很烦躁地说了家里的事 妈妈竟然无所谓地说 离婚就离婚 你怕啥 她都这个岁数了 还带个孩子 离婚了还有谁要她 肯定是吓唬你呢 和胜 她都找律师了 怎么可能是吓唬人的 妈 我给你的钱现在存了多少了 妈妈奇怪地看着她 说 哪里能存下钱 你也不看看家里 花费有多大 一个月三千 都过得紧紧巴巴的 和胜 妈 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家里花费 物业费 这些都是我交的 吃的也是我经常买来 你那里还需要 花那么多钱的 妈妈 哎呀 我说没钱 就是没钱 你管我怎么花的 再说了 你问这个干嘛 和胜 妈 我隔几个月就要去复查 原来的钱都给你了 你不给钱我怎么办 妈妈 哎呀 你不是还有工资吗 再说就算离婚 你也能分到家产 还有房子 怎么就没办法了 和胜 妈 你怎么能这样 你们现在住的这房子 房贷都是我还的 你也不能太过分吧 妈妈 和胜 我知道你为家里花得多 可你看看我们这个家 妈不靠你还能靠谁 你弟没出息 只能和他媳妇干苦力 妈也是没办法呀 和胜无奈地笑了 听到他要钱 妈妈竟然是这个态度 突然觉得心冷了 妈妈可能从来没有在乎过 他的病好不好吧 突然他抖了一下 或者妈妈更高兴 他当时病没好 那样房子就是他的了 还能分另一套房子 他知道这个想法太邪恶 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不去这么想 和胜觉得这个家待不下去了 他急急地说 妈 以后 我不会再给你钱了 也不会再给和红两千还房贷 你们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吧 说完他急不往外走 妈妈还在说 和胜 你不能这么做呀 你这是要逼死妈呀 微微和素素谈了后 素素说 看来 你只能拿到你现在这套房子了 虽然这房子 也有他的份额 可他那套也有你的 好在你的店是婚前财产 不牵扯在这里面 不然你就完了 微微也很郁闷 说 我当时和他结婚的时候 是想和他好好过一辈子的 所以我从来没在钱这方面在乎过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养大了他家的胃口 结果变成了这样 素素 你说 如果当初我让他上交工资 不让他给家里花钱 我们的结果反而会不一样 素素摇了摇头 说 微微 人心太复杂了 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再说从来没有如果的 随后一段时间 微微接了女儿后 直接回到店里 两人在外面吃饭 微微在店里写作业 到九点以后才回家 和圣没有一点办法 他已经和微微谈了好几次 可是不管他怎么保证 就算答应把工资上交 他都一点不松口 就是坚决要离婚 如今 不到十点 他根本看不见他们母女俩 就算看见了 也不会有一句话 和圣知道 这段婚姻这得要结束了 微微对和圣 彻底无视了 就算他各种道歉 各种保证 可他不敢相信了 在他觉得自己 可能醒不过来时 没有想到自己和女儿 他还能指望什么呢 他相信 他相信那时候 他的想法才是内心最真实的 两人协议离婚很快 和圣搬回他原来那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微微的 以后每月和圣支付两千的抚养费 微微带着女儿生活 和圣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来看苗苗 带苗苗去游乐场玩 看电影 他也经常来他的咖啡店 坐着喝一杯 加很多奶的咖啡 失神地望着窗外 微微有时也和他说说话 他想既然来了 就是他店里的客人 他心里黑黑笑 难道真的是做不成夫妻 反而成了朋友吗 写在最后 孙微微是一个纯粹的女人 当初她结婚的时候 就想和她一辈子 可是当真情被辜负 她也是挡机立断的离婚 她是一个果敢的女人 爱恨都是都很鲜明 如同她说的 我愿意爱你宠你 那是我愿意 其实与你无关 更不是你任意妄为的借口 当我不愿意 要离开 再多的挽留都毫无意义 微微想时间很短 天涯很远 往后的一山一水 一朝一夕 自己安静地走完就好 我愿意爱你